好我们回头先来看一下台湾的状况 因为马上这礼拜520就职典礼要开始了 那么大家期待的这些政策 之前我们说这个很盘整的时候 政策概念股是中流砥柱 这个时候520之前还有机会吗 幸福你怎么看 还有520之后你怎么观察 520的部分 之前有一些所谓的政策受惠股 比如说像是军工 或者说像是探权 对那我觉得这些我们要分层次来看 比如说像我认为像军工 可能就可以逢高选择获利了结 为什么因为毕竟 这个军火商该来也来过了 那这个议题方面可能热度 它就会慢慢降温下来 那再来的话因为题材很热没有错 可是很多的公司 它可能去年到现在股价涨了一大段 可是它的营收跟获利 可能还没有实质的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 下半年的主流可能它就会换股 但是电力这个或者说探权这个 我觉得还有机会的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才刚刚要进入夏天嘛 那越来越热 大家的用电量越来越高 那如果到时候时不时 可能又跳电还是怎样 这个电力的议题还是会拿出来讨论 毕竟台湾目前缺电 特别是缺绿电这个还是会进行 那另外这个所谓探权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所以呢本来说7月份 这个探权交易所要开幕 不过现在可能准备时间来不及 所以可能会延到9月 所以这个题材它的热度应该有机会 就是从7月再慢慢延到9月 那反而是正式这个开幕 揭幕那一天可能大家反而要小心 那最近这段时间可能这个题材 还有机会延续 只是说在轮动上 因为它的财报什么的 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 主要还是题材在运作 所以在毕竟涨了一段之后 我是觉得大家也不用去追高 但是如果它有回档的话 也是可以留意一下 OK好给大家做参考 好这个是探权跟电网 还可以值得大家琢磨 好马上也这个放暑假 我们发现这个旅游旺季 现在感觉好像每个月都是旺季 好医生你怎么看 这几天旅游类股也开始这个发动了 出国概念股可以抢先布局吗 对那今年的廉价真的非常多 那现在很多朋友都要准备 暑假要出国了 那这整个这个内需的部分呢 前一阵子涨的是偏这种饭店啦 这种吃喝的概念股 那现在开始涨到这种玩乐的概念股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中小型股当中呢 旅游类股是在这几天 这个资金才开始跑进来的 这最强的就是三富 三富每几个交易日 大概五六个交易日 已经股价涨幅超过五十趴了 这真的是涨得腰股 也过了它的这个最近期新高 那我觉得旅游概念股 官方概念股呢 是疫情最后这一波 大家可以注意到的题材 这WTO都宣布疫情已经 这不用再去注意它了嘛 那相关的这些产业呢 我觉得最后这一波就是 开放了 大家可以旅游 旅游可以出国了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三富的部分 他拿下了旅行社的获利网 那第一季的这个EPS 就来到两块钱了 那未来还是有机会逐游成长 那包括在夏季 旅游旺季的这个时间点 那我们看到其实公布出来的这个财报 旅行社像这个三富 玉飞网 五福 凤凰这些等等的 营收基本上年度的这个比较 YOY来说的话 都是用这样倍数在算的 没有算这种几十%的 都是倍数 你看三富16倍 那玉飞网三倍 五福25倍 凤凰16倍 这个只有熊市 熊市因为之前在整个 这个投信买超部分是比较多的 所以最近其实稍微有一些压力 那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呢 资金现在开始转进 比较偏这种中低价的类股 所以旅行社我觉得是有机会 接棒军工厨能成为下一个 这种中小型股 资金开始进入的这个代表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 易飞网的部分 也推出这种 月缴200块出国 这真的非常的 让大家眼镜盈亮 对 那跟这个中差银行配合 月付200元就可以去到 一些东南亚国家 你才真多 像是这个什么 清迈啦 像马尼拉啦 吉隆坡这些等等的地方 那你如果要去日本 韩国稍微贵一些 可能2000多 这个3000多 但是如果像去 去这个泰国 像去这些地方 可能还是1000多块有找 欧洲的话6000块起跳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创举 那表示说呢 在整个资金开始进入到 旅行社这一个区块之后呢 旅行社也开始要去抢 这个旅游的 这个大家的出国的 这些的这个商机利润 因为毕竟 可能大家两三年都没有出国了 那身边很多朋友 都有在规划 今年甚至暑假 甚至可能排不到 要排到寒假去的 所以今年下半年来说 旅行社的这个营收呢 确实会逐月的成长 那我们看到 刚刚讲到的2743的一飞网 这两天才开始发动 那今天 也是一个大涨状况 那很明显的突破了 这样的一个整理区域之后呢 它的量能也提升了 量能的一个层级 它的level 跟之前明显不一样了 之前都是这种 很低迷的这种量能 这种可能一进去就很难 很难这个出得掉 可是呢 现在其实量能开始提升 表示资金开始进驻了 所以一飞网其他这个旅行相关的股票呢 那操作面上大家可以跟进吗 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股价又在大涨 已经明确的突破这样子一个区间了 那其实有拉回到今天这根实体红棒之内的话呢 还可以再进场 因为通常资金一开始跑进来这个族群 它不会短线两三天就结束了 尤其它又是整个族群 打群架呢 集体在发动这样子一个状况 表示说 其实整体的这个产业开始有些不一样了 OK 好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AI生成 这个AI伺服器 医生这边有些看法 你也觉得有些股票可以琢磨 好那在AI的部分 可以看到呢 目前的这个修正告一段落 不管像是这个手机晶片 或者是电视晶片 那包括其实未来的这个618档期 那对于整个电子业来说的话呢 都会有相关的这个订单在持续进来 那在AI的这个伺服器占比 那今年像是这个刚前面提到的 Microsoft Google Meta跟这个AWS 亚马逊 都占比是比较大的 那在台厂的部分呢 像是音乐达伪创 红海广达 这些等等的 好这些厂商呢 那今年都会转股了 这个大牛都变成 Michael Jordan 都变成会飞天 但这些都已经涨了一波了 投资人可以怎么做 对 我觉得呢 广达都破败了 对 这些的这个AI伺服器相关的 这些股票呢 其实有拉回 我们看到法人 有些是才开始 5月才去进场这些股票呢 你仍然是可以去注意到它 因为法人一开始去买 不管像是投信 不管像是外资 开始去进驻的话 其实不会只买半个月 一个月就停下来了 那今年确实来说 AI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题材了 那不管像是这个 CPU相关的 这个GPU 或者是像ABF这个载版 相对的这个题材呢 今年都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看到这样 像在这个3231的伪创 伪创就是很明显的 大户持续在买 这200张以上的大户 持续比例在攀升 那在它的这个股价呢 很明显的呈现一个 这样箱形的突破 大家去买这种股票呢 比较容易抱得住 比较不容易被洗出场 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呈现一个 高过高低不破低 这样子一个 这个箱形的多头结构 那可以看到 现在又进行一个 这个比较末端的箱形整理了 那这一根的红棒的这个低点 基本上都没有破 那它仍然是呈现一个 比较强势的整理 那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 大量的这个红棒低点 都没有破的话 仍然是在箱形的这个区域 所以这段时间会建议 大家比较短线进出吗 因为波动还是很大 对 波动大的话呢 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短打的这个朋友们呢 那可能参考一下盘后的筹码 如果盘后筹码 格子冲比较多啦 或者是一些自行商比较多的话 那可能就会变得 比较偏短线去做操作 但是我认为 中长线的话 你怎么看 我觉得最近 因为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现在已经快接近万六了 那其实第二季 包括台电讲法 其实第二季 他们认为说 还是电子的一个库存调整 那这两天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大涨都是涨到 全值的电子股 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明天开始 如果真的这个大盘 要维持气势的话呢 可能会改成中小型股 因为大型股年涨两天 你不能说 对对对 你不能说还持续持续拉一下 又拉到1万7 我觉得那时间点 可能还是太早一些了